Hello 大家好 我是三浦 又晚上了 就是和大家做第二节的三浦频道 希望三浦论证的节目 希望大家能够多些捧场 亦都利用Patreon的功能 能够subscribePatreon 和每月定额 去资助我和台港会有关的事务 也希望大家看完这广告 看完这段片 利用Superdance的功能赞助火金表本人 多谢各位 我们今次讲一个新的议题 就是一宗国际新闻 不是美中关系的事情 而是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 如果说美国本土发生的事情 很多人就发集中 特朗普的四大刑事案件 甚至在很多所谓的 参众议院的政争里面 我现在讲这件事 其实是近日最大的新闻 很多媒体都miss了这宗新闻 甚至很多台湾正乱节目都不讲 为什么不讲呢 可能就是怕牵涉到 美国要支持以色列 还是巴勒斯坦的争议 甚至牵涉到左右派的争议 这一点他们是被嫌 而不讲 我一直都不被嫌 讲任何题目都可以讲 所以我希望这一节 能够很清楚和大家介绍一下 这一次所谓的左派学生 全美的示威的情况 究竟演化成什么的地步 我将一些新闻的一些资料 先跟大家读一读 跟大家介绍一下 让大家有印象如何 我先在座评论 中间专辑一些我的意见 直卷全美多所 美国大学的校园的 亲巴勒斯坦 即Pro-Palestine Anti-Israeli 的一个示威活动 日吹火爆 东西两岸都有知名学府 请求警方入校为安 而且这些学府名校 OK 东岸的 纽约的 有Columbia University 也都有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 也有MIU 在西岸的 也都有在 洛杉矶的UCLA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都有校园的示威 校园的Chaos and Riot 那这个情况呢 校校都要请求 警方入校去维持治安 其中纽约震部警察 进入长春藤名校之一的Columbia大学 这个非常出名 大家知道胡锡的实施 也都知道 这个地方近 但是不在哈林区 就是基本上 在中央公园的这个 北面 就是中央公园的西北面 这个是Columbia University 那是一栋被抗议学生 占据的大楼 清场和拉人 那因为他占名这个校园 那洛杉矶也都因为 抗议人士之间爆发冲突 而部署的警察 就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中央UCLA校园维持秩序 电视画面显示 UCLA校园里面的亲巴示威者 和挺以色列的人士 在5月1日凌晨爆发冲突 双方以棍棒护毫毫 拆路杖 放烟花 互相丢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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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时间晚上7点 仍然有大批的警员 部署在校校里面 UCLA校长在爆发冲突 之前的4月30日表示 上个星期就校园里面 扎刑的抗议人士 已经扎了整个星期刑 除了有该校的社区成员 也都有该校无关的其他人 很多示威者的活动 一直很和平 但坦白说 其他人的策略令人震惊和可恥 我们已经目睹暴力 洛杉矶市长巴斯表示 暴力不可原谅 这番说话 是不是说 是外面的人的暴力 还是这班学生的暴力呢 这件事 显然就是说 两面都有这样的情况 就在UCLA爆发冲突之前 瘫痪歌大的 侵巴抗议人士 在4月30日晚间 以戏剧星的方式收场下 在歌大校长的请求下 戴头盔持震报盾牌的 LNYPD 纽约警察 捉起条梯 由二楼窗户进入 前晚被誓言 打死不退的 亲巴勒斯坦抗议人士 占领的Hamilton 汉米尔顿大楼 进行清场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引述警方说话 有超过100名示威者被捕 人在现场的发声社记者辞出 到了午夜过后 1日凌晨 原本搭在校园草坪上的帐篷 也被拆除 一如LCL UCLA的校长 在请求警察入口清场市 说 占领校园的行动 是由与该校无关的人士主导 他选要求警方留在该校至少17日 以确保这些示威不会再出现 而在他做这些示威活动的时候 你会看到 在伊朗的大学有个教授 就是柏长叫好 伊朗的教授 伊朗德克林大学的一个教授 就在受访的时候表示 整个伊朗都在为学生们拍掌叫好 而且一旦伊朗和美国发生冲突 这位教授相信 这个教授叫做伊札迪 他相信当伊朗和美国发生冲突 这些学生一定会支持伊朗 一定会获得自己人格基拉的支持 据美《每日郵报》所报道 全美多个大学爆发挺巴示威 警方在5月2日再次强力攻入校园 驱散示威学生 部署重兵 防止抗疫事件再次升级 而看到德克林大学教授 说了这番说话 就说他们自己人 他说 一旦伊朗和美国紧张情势 声温爆发冲突 一定会获得这些学生的支持者 上街示威支持伊朗 伊札迪曾经留学美国 在美国德州的Houston University of Houston 取得了学士和石士学位 并在路易斯安拿州的大学 取得博士学位之后 回到伊朗 他依然是忠于伊朗 不是对美国有任何的外设 他在路易斯安拿州立大学期间 曾研究美国针对伊朗 所做的公共外交目标和方法 即是看到 这件事引为全世界这些流民政权的笑柄 显然是一些极左派的分子所做 六十年代 无论在美国、日本、法国、各地 尤其六十年代尾 有很大的左派狂潮 当时是反越战开始 跟着各个欣赏毛泽东 跟着喜欢这些所谓左派的生活 所谓的大解放、性解放等等的东西 大家知道日本有全共斗 跟着这个 美国也都有在各地反越战的示威 巴黎就有巴黎的五月的暴乱 大家知道由第四共和 变第五共和 看回当时的这些历史 大家都知道 你不需要我重新 抛书包和大家讲 但这些这样的情况 你看到当时的极左派是什么呢? 反战 解放 即是这种叫做 self liberation 性解放 集交 即是这类这样的东西 当时是相当丰盘的 我们毫无疑问 是很清楚的这件事 这是第一 第二件事 今时今日 要和这个比较 现在都是反战 这个反战就是 反对以色列 去为了这个消灭哈马斯 而去向这个加沙地带 发动炮轮 那这件事 其实 以色列的总理 奈塔利安后部都说过 他不同意拜登所说的一切 他继续会对加沙地带 加沙street里面的 这个哈马斯分子 发动炮轮 即使现在死亡的人数 已数以三万计 即是三万计多人 但是呢 你会看到他会继续炮轮 而这件事的目的 就要签灭这件事 不会这件事 而是放弃对拉法的攻击 一切自己的时间问题 那么 人道援助 会继续给 他拿了 美美的 Foreign Aid Package 有200亿美金 是给以色列 是给人道援助 要输入给巴勒斯坦 人在加沙street 招造 拿钱会做事 但轰击继续来 当然这件事 激起 拜登 就是两件鱼一桌 喝嬉毒旁忙 他都不知道怎么摆 因为呢 他这种做法 就叫半筒水 医院波 其实他这件事 两面不讨好 一班学生 他是亲巴勒斯坦 拿着一支巴勒斯坦旗 在这个地方 要对抗以色列 OK 另一方面 是支持犹太 支持以色列 亦都很清晰的立场 他要支持内塔比亚湖 殲灭哈马斯 救以色列这个国家 两面 立场鲜明 拜登 放中立的地位 又要说人道 必须要有 但是呢 又不劝语你完全的停战 就是说你不可以继续攻下去了 那同时候 也都不是亲巴勒斯坦 要打倒以色列 那这件事的话呢 他会在一个选举来说 或者整个是一个政治来说 是政治自杀来的 你问我 我觉得这件事是政治自杀行为 这件事的做法 不是叫做 这样才是对 中道中庸才是对 No 这些叫做祸欺礼 川普呢 川普呢 你喜欢他也好 不喜欢他也好 他站的位就是说 支持以色列 反对这极左派 这些radical left 激进左派的 lunatics 这些crazy的人 基本上是占领这个校园的 也都支持警察的震慕行为 问题不是出在右 是出在左 他在几个演讲中 或者几个场合中 接受记者访问都说到这一点了 这一点呢 他也是很清晰的一种表态 今天大家看到 整件事 你问我怎么看呢 我当然是支持右派的看法 但呢 我对于学生的自由表达示威行为 就是他如果是和平 理性 非暴力 和你非 不需要非粗口的 和平 理性 非暴力 表达他的意见 即使我不同意这班学生的意见 即使我不同意他们挺 支持哈马斯 支持巴勒斯坦 即是他对以色列的偏见很严重 我想这件事是很多採访过以色列前世的记者 都说回给我知道这件事 好了 我先不论我政见和他不同 他有表达和我不同政见自由 我誓死捍卫一些和我不同意见的言论自由 但言论自由不包括你做一些和言论无关的一些事 而那些事呢 是影响到其他人的权益 尤其是你今时今日阻碍到第一 正常的其他学生的学习 那一旦有这些搭帐篷的示威 不论你有没有暴力 哥伦比亚大学率先呢 就要求大家全部线上教学 接着被人家吵了 怎样线上教学呢 你这不是等于投行 于是如果hybrid 即是混合模式 有线上的 有要上堂的都有 那如果他是这个纽约市城内的校区 就全面线上 其他校区又不同 一个不同的校区又不同的做法 那搞得非常短 那侵侵就说 你哥伦比亚大学 如果你搞线上的话 或者hybrid的话 基本上就投降了 他们要的就是说 影响到你一般的学生就学的权利 和就学的情况嘛 而你想想 那这个情况和香港的情况 是否可以比较呢 不可以比较的 香港的情况是 反送中 抗激权 增民主 也都反对 所以呢 我们无缘白使被人送入中国 突然之间消失 连烟都没有一条 那这个是我们要面对的 抗中共反极权 增民主 增自由的行为 我们迫不得已 我们做了几多年的和理非 这个是我们的最后手段 反送中是绝对有正当性的 你看大历史是这么看的 你说这一宗示威呢 第一 中共共产党透过TikTok 等媒介 煽动到几多人去做这件事 不断在TikTok上 灌大量的 反犹太 反以色列的文宣 甚至在主流媒体 社交媒体 Instagram Facebook 灌大量这些 这样的做法 目的是什么 影响到美国的舆论 再配合在各个大学里面 左派的学者 教授 是占多数的情况之下 反以色列 挺哈马斯 就算不挺哈马斯 挺巴勒斯特的情况 比比街市 越讲越多 接着在最近的YouTube TikTok 尤其是TikTok 不断地把这个声音灌下来 突然之间 勇起一种所谓的风潮 在各个名校 做这些所谓的占领行动 这些占领行动 初时候 就是由平静 转趋到激烈 因为你要守住地方 一定会采取相当程度的武力 激起很多人的冲突 有人想上学 有人不让人上学 就好像 我以前在加拿大见过 有些地方想罢工 有些地方就不想罢工 一定会有冲突 一冲突的时候 就基本上出现很多问题 问题的原始点就是说 今天美国是一个什么 民主 自由 憲政法治人权的社会 定期的选举制度 有开放的言论 娱论 你既不喜欢阻交媒体 都好 你可以扮一份报纸 你可以说一些 罵CNN 罵BBC的东西 罵川普的东西 罵拜登的东西 为什么你不善用这地方做呢 如果你认为 你真的要去 这个 触动美国政府 去这个 改变他的政策 为什么你不找 你自己选区的 众议员 参议员 去达成你自己的目的呢 你是不是透过 代以民主的制度失灵 而你会做这些所谓的 占领行为呢 这个已经不是你的 一个正当的手段 这个正当手段 应该通过你的民意代表 做这件事 香港没办法 所以你用这件事 跟香港比较 是不知所谓的 也都没办法 跟台湾的太阳方 的学运比较的 因为当时候呢 是一种 国民党 他拿到的政权 但没有被授权呢 去开放服贸货 然后很多人一怕 于是乎呢 看到他要开放服贸的时候呢 要占领立法会 但当时 对准立法会 就是说我要抗议你的服贸条例 去对准立法会 来做嘛 你今天 对准立法院 即是国会来做 不是立法院 但你美国今天 你不是对准国会来做 你不是对准议员来做 你不是对准拜登来做 你不是对准国务卿来做 你不是对准国务卿来做 你对准自己的学校来做 对的 你的目标是否有点古怪呢 香港是逼不得已 台湾都是逼不得已 而且目标也是单的 但你这样做法 是不是已经是过胎呢 為什麼你不針對官員、議員 是針對自己學校呢 更重要的 你要挺巴勒斯坦 挺哈馬斯 或者是要打倒以色列 支持哈馬斯打倒以色列 只支持巴勒斯坦人 去解放以色列 消滅猶太國 消滅猶太主義 消滅猶太復興主義 你應該要做的是什麼呢 你搭乘飛機 你去巴勒斯坦 跟他一起fight for them fight with them stand with them don't go back 那你為什麼不敢做呢 你又怕死 又期待 又怕受傷害 你支持的人 不在美國裡面 在那個地方 OK 你覺得要停止以色列戰爭 那你就進去國境 跟以色列的軍隊死過 你不敢做 你在那個地方 爬爬爬爬 我最看不起這些人 你說完之後 只剩下口說 要不是真的做 你有機會做 去到那個地方又沒有人拘捕你 對不對 為什麼你不去做呢 所以這幫美國左派 是極度白癡 低臨 賤格的一幫 lunatics 所以我覺得這些人 是不值得支持的 很多加拿大美國那些人 他批評我 就是我這些右派法西斯 不好意思 法西斯是左派的 讀一下書 國家社會主義黨 納粹黨的全稱 國家社會主義黨 逢親講國家 講社會主義的 左派 這個是極左派 這幫人所做的事 就是想利用這件事 學似電影小丑套戲 做一種所謂的 anarchy出來 無政府主義出來 希望利用這件事來做 有些類似60年代 日本全共鬥 美國反越戰和法國五月的暴動 其實他的道理一樣 其實他的目的是什麼呢 表達一個不滿 他又不知道他表達不滿的描述是什麼 你反對美國拜登政府 反對上尾執政的川普 還是反對以色列呢 你反對以色列 你的地方如何佔領自己的校園 來反對以色列呢 這個手段目的有什麼關係呢 如果你要反對拜登政府 反對川普的 為什麼你要佔領自己的校園 來反對拜登和川普呢 是不是所有表達意見 改變命運 改變政策的路耳絕呢 你想一想 這個就是問題嘛 所以現在最怕的是拜登的 因為他的立場是半桶水 兩面夾殺他 他又不知道如何調整政策 又不可以說我不挺你以色列 又不可以說我只挺你這個巴勒斯坦 只挺你以色列 那麼他又做不到 這幫就是一些軍火商 加上華爾街集團想做的事 想做的中道政策 再加上奧巴馬的干預 他一向對巴勒斯坦有很大的同情 更加會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我就說我對這幫學生的 所有做的抗議 我不如好感的 那麼紐約市警局 在4月30號派遣警力前往清場 約有超過100名的抗議者被逮捕 共和黨籍的美國總統參選人 Donald Trump 就是5月1日的威斯坦森的一次 競選造勢大會上 讚揚警方逮捕示威者 強調這個非常美好 呼籲美國大學的校長都應該立刻拆除 在校園裡面的抗議者的營地 就是不要讓它阻礙正常的教育 也不可以使它破壞學校裡面的公用設施 綜合外媒的報道說 川普的賣妹中對支持者提到 紐約星期二遭到圍困 under siege 他認為警方逮捕示威者是值得一看的美好事物 川普聲稱示威者抗議就是憤怒的瘋子 crazy lunatics angry lunatics 同情哈馬斯的人 並稱暗示這些人是被自由派團體所僱用的 就是左派的團體所僱用的 目標是轉移美國民眾對邊境移民激增的注意力 川普向美國大學校長喊話 他認為應該立即拆除抗議者在校園裡面的營地 戰勝激進分子 為所有想要安全學習場所的普通學生 奪回校園 這個是Donald Trump的呼籲 另外Donald Trump也試圖將蘇聯歸咎於拜登 拜登政府譴責反猶太主義 同時公開支持和平抗議活動 這些抗議活動主張在加沙 提供人道主義援助要求大學 那這些問題就是很大的一個問題 抗議活動主張在加沙提供人道主義援助 要求大學去撤資 還有我說你用同一個標準 你們那幫法治L 即有些律師朋友 如果你批評Donald Trump 2021年1月6日 那個叫insurrection 我想問一下這幫人 那我問你 你用同一個標準 來講回這幫學生 你是不是支持左派還是支持法治 如果你認為你的法治 就是認為Donald Trump 1月6日那些insurrection riot 那幫人是riot 那我問你 在 NYU 在 Columbia University 在 UCLA 裏面 去到最後 這些是不是riot呢 我覺得未必是 你說非法佔領 是 1月6日那個都不是 1月6日那個都不是 今天這些都不是 OK 但是有些人就覺得 1月6日那個是 今天那個不是 我希望那個人說出給我 一個說服你的理由 為什麼前後會這麼不一致 美國警方強烈驅殺很多人 美國市的警察局局長卡班次出 警方已經在哥倫比亞大學 和紐約市立大學 逼捕超過300人 警方已經在5月1日晚上 進入到哥大校園 強力終結抗議活動之後 今天起就已經駐守校園待命 UCLA深夜發生反抗議人士 攻擊支持巴勒斯坦的學生的營地 這兩件事有這麼大的 是不是互相攻擊 吐鬥就不得而知了 22歲的UCLA的學生 Mark Tor就告訴法生社 我認為警方不應該是校園派駐大批警力 但日服一日 我越來越認為這是必要之惡 至少可以確保校園安全 這個是學生的真實聲音 他這個學生不是抗議者的分子 一開始他不認為學校 由警方來駐紮是一件好事 但日服一日 認為必要之惡 你不擅長身owitzof law 你不擅長身ousse法努力 你不擅長到 handing 投mans 不擅長是白任 我觉得这件事是TikTok煽动的很大关系 警方在哥伦比亚的大学和纽约市立大学 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连夜距离 就是有些学生批评警察使用的手段 是粗暴和具针对性的 这个参与示威的纽约市立大学的学生 Hosea就向法生社表示 我们遭到攻击,粗暴逮捕 我被关押了六个小时才没释放 又被打,又被踩,还没割伤 真真假假,我们都要去评判 究竟整个事件是怎样的 有没有警报的,你可以去告警察 一名医学生是校园治疗被捕获释的学生 说他们身上有一系列的伤势 简透露自己名为Isabel的学生说 我们看到好像严重的头部撞伤 脑震荡这些伤势 有些人在刑区被警方打坏了过去 有些人就被人由楼梯扔下来 等等的情况 外部煽动者升高紧张情势 这个也会存在 我们看到整件事 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Minoche Shafiq的沙菲克 就发表公开信 强调很遗憾要走到这一步 希望未来几周能够恢复平静 等学生完成校业 因为在Colombia University 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大楼 Hamilton Hall在4月30日清晨被示威者占领 在大楼的入口处设置路障并锁起整个Hamilton Hall的门 纽约警方获得校方的授权之后才进入校园强行攻坚 他不是未经校方的授权的 他经过校方的授权进入校园 所以你不要说他好像国民党军队操入台大 给傅思联抵挡一样 那傅思联拒绝了 但是当时校方是开门给NYPD进入 那学校当然的警察攻坚 两个小时里面是将校园清空的 逮捕109名的示威者 而哥伦比亚大学也同意警方进入校园 因为这样而受到批评 今天哥伦比亚大学校长 我觉得Sharvik是做了一个正确的事 他表示在过去几个月里 一直耐心容忍美京授权的示威活动 礼拜二一小群抗议者 闯入Hamilton Hall 就是汉美尔顿的厅去占领 校园里面的紧张局势到达了新的高度 将大学推向了崩溃的边缘 同时安全风险提高了无法容忍的等级 校长认为安全是首要目标 决定要求MIPD干预 这些行动在星期二的晚间完全能够完成 感谢纽约警察局令人难以置信的专业和支持 校长都说了 哥伦比亚大学在越南战争 民权和南非反种族隔离等议题上 有着悠久而自豪的抗议和活动传统 今天抗议者已为这个重要事而战 就是巴勒斯坦人的权利和加沙的人道主义悲剧 他们有权表达自己的观点 并和平抗议 这个我同意 我再说一次 要区分我知不支持他的政见 还有他们有没有权这样表达 我不支持政权 但我誓死捍卫他们 和平理性非暴力表达自见的权利 但他们已经不是这件事了 他们妨碍到很多学生的学业 而且甚至会锁人的门 占领别人的大学的财产 这件事是不得了 这样的重用下去 会有一种所谓的辐射效果 就是更多人增相访校 占领更多的校园 你不採取行动 问题就会不断地扩散 最后这个校长强调 治愈是需要时间的 希望能够利用未来几周的时间 恢复平静 让学生完成学业 并在毕业典礼上表达他们的成就 也希望在言论自由和歧视之间 取得平衡 以及为中东取得更好结果 做出贡献 让哥伦比亚大学 能够在两个主题中 引领新思维 不单只成为抗议的中心 也成为解决世界问题的中心 这个我是相当肯定的 我们觉得学生 离经半道一点 搞些左派的抗议示威 我不会禁制这些事 但你去到这样的局面 后面是不是有人操纵 或者你本身是否想一个政司政见 我觉得是一个大问题 OK 你说他是不是 会防恶别人 当然是会防恶别人 OK 刚刚都说到一个事实是这样 你说有没有其他的表达 一定是有的 都说了 你想影响美国政策的 找议员 找官员 你想影响到以色列的 你便搭程飞机以色列 你后者又没搭 前者又不做 你基本上没有due process 没有due process 当然是出事了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不支持这些事实 我知道台湾和各地都有人邀请我 去联署支持一些所谓的挺巴勒斯坦的这班美国学生的和平示威 绝对有言论自由 绝对有示威自由 但没有这样做 占领别人的学校的自由 你为什么找自己的学校来教非呢 文不对题 完全手段目的不对称 for what 这个才是我觉得 现在是最大的问题 最后都说一句 中国无奇不有的 我们明天和杰斯的节目都会讲到三中传媒 彭丽媛等等的东西 我们更加要知道网信办有搞大举报 习近平出去新三样 就是电动车 这个太阳能的电池和锂电池 也都有陕西的教师 要主动拍一个翻墙 在X平台上 就要求向习近平借钱 因为自己供楼供得很辛苦 我没有银用 你给银我 这个陕西老师 我不知道他的下落是否不明 但我想就是说 中国共产党也都无视于这些东西 也都出现了一些很荒谬的东西 中国广东省梅龙高速公路 也称梅大高速公路 5月1号凌晨发生单撻 事发时间是清晨2点10分 黑咪妈的时候 他的路基 即那条由梅州 一直到福建的路段 的茶阳路段 就在5月1号凌晨2点10分左右 路基流失 突然单撻 而事发之前 很短的时间才做完检查 说没问题的 检查完 成功 没多久 直接单撻 20多架的汽车 即是滚落山坡 多辆汽车 坠落爆炸起火 造成严重伤亡 而去到今天下午2点钟 已经发现23部车 陷落 有些是爆炸的 有些是整个粉身碎骨的 总共起码去到48人死亡 30人受伤 那为何伤亡持续升高呢 当局表示 涉事车较多救援困难 同时车辆陷落过程中 部分车辆被泥土覆盖 导致无法第一时间被发现 资料显示 2014年12月31日 煤带高速公路高速议期 和东沿线进攻通车 总共是33.6公里 煤带高速公路全线贯通 这次事会发生路段正位于 煤带高速议期和东沿线 意思就是 这条公路员工不到10年 就发生了单撻意外 煤带高速议运方 就是广东大潮高速公路股份应用公司 组织大潮高速 在4月22日还说 年日强降雨 养护单位排查边坡 732处 发现28处不稳 已安排施工单位收服 但说完之后 5月1日 就发生了这么严重的单撻意外 48人死亡 36人死亡 即中国韭菜盖不原 公路是塌不原 中国公路是会塌的 是会单撻 是会塌坊的 所有东西都不安全的 各位 如果看这个视频 你还在中国 或者你的亲人都在中国的话 你自己 run the black gamble 你自己拿自己的生命去教飞 那你说 最坏 一日最坏 都是广东大潮高速 收钱 又有些施工不良 有一大堆官司在那里 欠债多少 它欠债多少 和以前有什么关系 但是施工这条路 出现了技术上 施工上的大缺陷 而这件事是单一事件 单一的缺陷 当然不会 全中国有很多新闻不保出来 这都是报道出来的原因 它是南方 如果你是中部西部的 很多都是死了都不知道什么事 有专家指出 从事故现场的崩塌面积来看 事故发生应该不是突然出现的 路机下面已经原空 这个不会瞬间发生 先前没有征兆 应该持续了一段时间 肯定就是这样 但肯定中国这些人 命是死不完的 习近平 他自己走那些路 会不会出现 他会不会走那些路呢 不会 是吧 他会搭什么呢 飞机 所以他呢 或者搭高铁 而他搭那些高铁呢 那些高铁 他肯定 那些路机非常稳 所以大家知道了 有几个机会来了 习近平呢 5月5号开始访问法国 塞尔维亚 还有这个 等等等等 匈牙利 那这三个国家 各位手足 香港手足 我只是说 四个大字而已 其他事情自己想了 机会来了 那希望大家把握机会 第二样东西就是说 所谓呢 意外是不断发生的 你觉得习近平 是不是在抹底呢 梅大高速公路 那在中国道有这样的公路 中国道有没有 其他这样的公路呢 而外国 有没有多些这样的公路呢 所以习近平 Counterban 那你随时呢 就被 这个彭丽媛接班 这个就是 这个习近平 自己自吹自擂的东西了 OK 讲到这里先 那我迟些再讲其他议题了